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 对于赵匡胤来说 这一辈子最传奇的转变 就是由将军变成了皇帝 赵匡胤本来是厚州的大将 和柴隆的关系非常好 柴隆对外征战过程中 赵匡胤屡立战功 甚至还救过柴隆的命 所以柴隆对赵匡胤非常信任 柴隆是厚州非常有作为的君主 可惜英年早逝 如果能再给柴隆十年时间 天下必然平定 柴隆临死前将用主托付给赵匡胤 他最看重的就是赵匡胤的忠诚 不令柴隆没想到的是赵匡胤忠父的背后 实际上暗藏一颗狼子也信 柴隆一死 主少国仪 赵匡胤便开始谋划篡夺中家江山 显隔七年九百六十年正月初一 突然有消息说 北汉王朝和契丹联合 举兵南下 宰相范之一听就慌了 也没有分辨消息的真假 就派赵匡胤率兵北上抵抗 结果半路行至陈桥义 士兵划篇认为自己死去抵抗敌军 有去无回 与其给不懂事的小孩打江山 还补足拥立赵匡胤为皇帝 于是有人便在军中散布流言 准备抢逼赵匡胤登基为底 于是在赵普和赵光义的策划下 士兵治好皇袍一起逼到赵匡胤的床前 赵匡胤一听士兵要逼自己当皇帝 虽然心中十分兴奋 但为了避嫌还是显得十分慌张 转身就往外跑 但很快就被士兵抓住 最后将皇袍强行劈在赵匡胤身上 并结伴于庭下 用立他为皇帝 众人呼喊万岁的声音 几里外都能听到 赵匡胤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 说你们自贪富贵 立我为天子 能从我命则可 不然我不能为弱主义 实际上赵匡胤这晚并没睡着 因为整个计划就是他制定的 说句实话 赵匡胤身受周朝大恩 柴龙对赵匡胤非常信任 如果赵匡胤公然篡尾 必定受天下人的唾骂 因此为了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 便演了这么一出戏 赵匡胤在陈乔义登基后 便率军回京 当然赵匡胤还是比较厚道的 对于幼主和太后 赵匡胤给予了充分的礼遇 赵匡胤警告士兵 不许伤害太后和幼主 对后洲的宫亲不得侵犯 所有士兵答应后 赵匡胤才进京夺位 赵匡胤或许觉得自己夺位 也确实对不起自己的这柱子 于是便命令宋朝的后世之君 不许伤害柴氏后人 不仅如此 还赐予丹书铁券 对柴氏后人十分忧待 相比于朱元璋和刘邦来说 赵匡胤已经非常仁慈了 朱元璋和刘邦开国之后便大杀功臣 但赵匡胤不仅对柴氏后人十分忧待 而且对自己手下的武将也非常不错 通过比较温和的杯酒士兵 全来解除了自己的威胁 而且也保住了将军的性命 这一授权方式还是非常明智的 可惜赵匡胤最终也没得好死 辅生主颖让后人对赵匡胤的死议论纷纷 但最普遍的说法 就是赵匡胤是被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害死的 可怜一代泰国明军 一生英雄 没死在敌人手里 反而死在了自己的亲人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